美中兩大經濟體的對抗 近期有升級趨勢 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日前一致通過法案 要求結束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 美國國土安全部近期也宣布 因為人權問題將兩家中共企業 增列至為作強迫勞動預防法實體清單 這些動作都引起中共方面的激烈反應 而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仿華之際 共和黨眾議員更公開提醒美國人 這個國家最大的對手之一是中共 眾議員米克爾·華爾茲6月11日接受霍士與朋友週末採訪 他敦促美國人明白中共正在整天利用它們 應該告訴美國人抵制中國製造的產品 不讓中共利用美國市場 台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龍11日表示 美國對中的戰略思維是削弱中共的經濟力量 而貿易戰只是前戲 後續還有三大重頭戲 經濟戰可能會上演技術禁運 金融制裁和暴力升息 對於美國目前的打擊舉動 中共已禁止美國半導體製造商 美光科技的產品來對抗 吳嘉龍的看法是 對於美國和中共都是核子武器國家 說沒有辦法真正開戰 所以雙方對抗會以經濟戰和所謂的超限戰來展開 美國的戰略思考就是削弱中共的經濟力量 外匯儲備 對中共釜底抽身 讓中共不能由經濟崛起 轉變成軍事擴張 沒有辦法繼續在國際上拉幫結派 吳嘉龍說 在這樣的戰略思考之下 美國不再提供出口市場給中國企業 不再給中國最優惠國待遇 和中國打貿易戰 破關稅 但關稅並非經濟戰的重點 後續其實還有三大重頭戲 首先是技術禁運 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企業 無法從西方取得技術 首要的對象就是不支通常製造商 然後再擴大到半導體產業 然後再擴大到半導體產業 軟體 特殊化學材料 專業人才等 未來技術禁運 還會延伸到人業識別 無人機 人工智慧 超級電腦 高速運算等領域 真正目的都是削弱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和產業升級的前景 第二個重點是金融制裁 吳嘉龍說 包括金融脫鉤就是不歡迎中共企業到美國上市 比照美國企業 提供會計師審計過的財務報表 做到資訊充分揭露 以免美國投資人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接下來 美國政府還會限制美國的退休基金 養老基金去買中國的投資產品 而對香港的聯繫活力制度 也可能會無法維持 還有就是 如果中共軍援俄羅斯 會被以共犯方式的處理 被金融制裁 中國 香港部分銀行 還會被踢出美元結算系統 SWIFT 相當於引爆金融核子彈 外界認為 中共擁有龐大的美國公債 如果拷售的話 會對美國金融造成衝擊 但是吳嘉龍表示 美國國債市場的交易量非常龐大 中共就算拿出一些美債拋售 市場完全可以在幾天內消化完畢 所以美國根本不擔心拋售美債的議題 第三 美國最後以對抗通脹為理由 進行暴力升息 升息導致量化寬鬆期間 外流的資金開始回流美國 相當於對中國抽銀筋 吳嘉龍說 只要美國拖長升息周期 抽銀筋的效果會更加明顯 難怪中國房地產市場承受很多壓力 債務違約的壓力也迅速上升 逼得中國央行在通縮壓力下 進行貨幣放水來抵消美國的貨幣緊縮 這也是人民幣近期大幅貶值破7.1的原因 吳嘉龍表示 這種現象代表大國博弈 沒有那麼快結束 台灣夾在其中絕對有角色 想歲月正好根本不可能 因為美中也想爭取台灣 所以台灣人也要意識到 擔定重用超前部署 華爾街日報12日報導 在西方研究人員檢視一架 4月被烏軍擊落的伊朗V型無人機內 發現了中國今年才生產的零件 北約前秘書長拉斯穆申稱 北約的東歐成員國 有可能會親自下場與俄軍作戰 英國衝突武器研究組織調查人員說 在該架無人機的導航系統中 發現一具一月中巡中國製造的電壓轉換器 這顯示伊朗是可以幾這麼快速的建造 並運送無人機給俄國 中國的零件一月生產並運往伊朗 在裝置響無人機後送往俄國 4月用來攻擊烏克蘭 烏克蘭官方說 俄國已發射700多架無人機攻擊電廠 城市與軍事目標 上週白宮說 伊朗近期運送數百架無人機到俄羅斯 中國零組件的發現突顯美國與其盟友 在試圖壓了零組件從全球各地 湧入伊朗無人機製造廠時 面臨的挑戰 而上週白樑未武裝的裝甲運兵車 雖然在車臣領導人卡德羅夫的特勒環上 是由中國軍事承包商陝西寶雞專用汽車生產 Wester從官方貿易統計中回集的數據顯示 4月份中國對俄羅斯的重型卡車銷售有約6,000輛 隨著中國對白俄羅斯的整體出口不斷膨脹 裝備供應至少間接的支持了莫斯科方面的戰爭行動 希望《知聲TV》粵語頻道的頭頭是道主持人石頭認為 中共絕對不會承認是政府行為 會以民營企業行為來推卸責任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 最多就是將這個企業列入黑名單 禁止向這個企業供應敏感的材料 西方聯盟也知道 中共與俄羅斯的所有貿易裡面 出口的產品肯定有軍需品 但是也只能增隻眼閉隻眼 主要不是直接的大殺傷力武器 西方盟友應該不會有很大反彈 另外12日烏軍宣布 成功炸毀俄羅斯佔領的波羅爾州 阿基米夫卡地區的一座鐵路橋 撤斷俄軍路上補給路線 這個地區位於克里米亞戰科伊 及梅利托波爾之間 這個對烏軍來說是一項關鍵勝利 不過CNN報導 分析員加羅夫斯基稱 最近烏軍被摧毀了16輛M2A2布萊德雷步兵戰車 美國提供的109輛M2步兵戰車 前3天就損失了15% 頗為慘重 但是烏克蘭稱 從週末以來 頓內茨克方向的戰鬥已從俄軍手中奪回了4座村莊 12日 中共軍事專欄天空力量說 北約前秘書長拉斯莫森在北約峰會上說 如果北約各國無法進一步援助烏克蘭制定明確計劃 這樣都勾成原國很有可能在烏克蘭積極部署部隊 幫助烏軍與俄軍作戰 雅加納首領普利哥津4月底曾表示 在巴克莫特發現了大量訓練有數個波蘭軍人 五角大廈曾宣稱 如果烏軍遭遇重大挫折 北約同其盟友國家不會坐視不管 時評人藍述認為 造成烏俄戰爭的最根本的原因 實際上是中共與俄羅斯在全球的聯手抗爭 只不過普京想恢復蘇維埃當年的國土面積 而中共搞的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當初毛澤東搞的解放全人類實際上沒有什麼區別 只不過是舊平裝身走 目前的俄烏戰爭全世界所真正面臨的 是一個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12日BBC專訪了26歲的俄空軍中將德米紹夫 他逃步逃離俄羅斯向納陶縣投降 並尋求政治庇護 他說 烏克蘭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為什麼必須攻擊烏克蘭人 摧毀他們的城市 軍隊內很少人相信 作戰是在保護俄羅斯免受真正的危險 沒有人相信前線戰況良好 或者傷亡數字很低的官方報道 德米特里茨想 俄當局會對他啟動刑事訴訟 但他相信軍中的很多戰友會理解他的動機 他寧願試著在歐盟建立新生活 也不願意在家鄉提心吊膽的到日 美中科技戰越演越烈 中國被美國 掀著頸的技術越來越多 從晶片到設計軟件 現在又到人工智能 而微軟的溫哥華計劃 正將自己在中國的頂級人工智能專家 調去加拿大 以確保他們的安全 根據美國之音引述 《金融時報》星期六的報導 有四個消息來源透露 微軟已經為他們在北京的 微軟亞洲研究院中的 20至40名專家 申請前往加拿大的簽證 為防止他們的專家被中國科技企業挖走 或受到騷擾 以涉取有關OpenAI的ChatGPT的研究和開發 微軟成立了溫哥華計劃 有兩名研究院的專家已經表示 他們最近收到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工作邀請 但他們拒絕了邀請 正準備前往加拿大 微軟表示 微軟亞洲研究院是中國科技人才的重要培訓中心 對人工智能研究作出巨大貢獻 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國科技公司 帶動了中國整體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的發展 而微軟將在溫哥華建立的新實驗室 將在組織上 與微軟亞洲研究院保持一致 並會與溫哥華的工程師團隊進行更好的合作 微軟在中國的業務有30多年 雖然谷歌、臉書等因為種種的原因退出了中國 但微軟在中國依然保持強大的存在 根據微軟公司的資料顯示 它在中國擁有大約9,000名僱員 而從事研發工作的軟件工程師就佔80%有多 無毒有偶在與美國合作抗中的晶片戰中 為了保護荷蘭的先進智慧產權 荷蘭政府正在準備立法 禁止大陸學生參加荷蘭的半導體 和國防等敏感技術的大學課程 根據阿波羅轉載中時引述的知情人士報道 上述計劃的立法可能會避免具體提到大陸 但它明確的意圖就是要防止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 在學習時接觸敏感的技術領域 而荷蘭政府在同意加入美國 進一步向大陸限制出口晶片技術後 就開始調查大陸公司Nexperia對荷蘭晶片製造商Novi的收購案 這樣加劇了中和兩國的緊張關係 另外據一份電子郵件聲明 荷蘭教育部證實正在制定措施 將對敏感學科領域的學生和研究人員進行響制性的篩查 而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有多所荷蘭大學已經表明將禁止大陸學生上半導體 各房等敏感科技大學的課程以避免技術外漏 這是繼美國政府將中國的18所大學列入實體清單的黑名單後 有一個國家對中國留學生的限制 應對中共威脅美國和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簡稱對中共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眾議員 拉賈克里希臘莫提表示 他對中共軍方的接連挑釁行動感到失望 非常失望 但也表示中共阻止不了美軍在台海過境 他譴責日前 共軍在5月26日逼近美國軍機的事件 以及在6月3日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 中雲號和加拿大導彈驅逐艦 蒙特利爾號在台灣海峽進行例行穿行時 中共海軍呂洋3驅逐艦 突然以不安全的方式朝著中雲號的船頭橫穿過去 並迫使中雲號減速至10節以避免碰撞的事件 克里希臘莫提說他希望中共不要以為 這類的危險行為 或者美中之間的缺乏溝通 就會在某種程度上阻止美國在台灣海峽 南中國海或者在任何國際水道上的航行自由 他說我們將繼續行駛我們的航行自由 我相信這樣會被視為來自中共的欺凌 只會在該地區招致更多的行動和反應 而根據New Talk 報道 在12日中國半官方自負北京大學南海戰略態勢 感知計劃平台指出 美軍一架編號AE-01D4的RC-135U的 戰鬥派遣電子偵察機已經飛入東海 在中國長江出海口南北擾飛偵察 並說該機最近距離 大約距離領土基線 30海里 即是55.68公里 可見 美軍完全沒有受5月26日事件影響 而有退縮的情形 而且美軍的RC-135U偵察機 是特別用來收集敵方的雷達和防空網絡折點數據的 可以收集有關電子徵手情資 協助指揮官建立所謂的電子作戰序列 詳細列出作戰的防空部署 而且目前美國空軍也僅有兩架同型機 克里希納莫提議員也支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話 他說我們需要恢復拜登政府和北京之間的高層對話 我們必須避免任何潛在的誤判 或者是因為這類誤判而可能產生的任何類型的意外衝突 克里希納莫提還表示 在供應鏈方面 美國對中共的去風險化戰略非常有意義 克里希納莫提正在推動 將印度納入北約 他說 美國與印度同北約建立更牢固的關係 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將會更有保障 而在美軍的壯膽之下 在上星期四 東盟倫籍主席國印尼已經表示 東盟十國將會在今年9月 首到在南中國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屆時東盟十個成員國以及觀察員東蒂文都會參與 而且演習地點還選在印尼和中國 都宣稱有主權的爭議水域 南中國海最南端的北納土納海 而這樣的選擇已經表示 東盟也在此向中國抗議同示威 中共駐韓國大使盈海明與韓國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黨魁李在明近日會面時 發表了具有爭議性的言論 引發了一系列爭議 此事仍在持續發酵 韓國外交部長撲鎮在6月12日表示 盈海明的言行極具不恰當 違反了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有議員建議將盈海明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並將他驅逐出境 對此撲鎮表示 外交部已經明確警告 盈海明必須承擔一切後果 撲鎮表示 北京在解決韓半島問題上 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 因此韓中關係的健康成熟發展 符合韓國的國家利益 然而為了構建健康成熟的關係 相互尊重至關重要 中國駐韓大使的言論 不僅未能增進韓中友好關係 反而產生了負面影響 韓方對此發表了嚴正警告 並強調中國駐韓大使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 韓國總統辦公室的一位官員 在12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大使應該充當本國和接受國之間的僑良 如果其行為不當或損害了兩國的利益 將對兩國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該官員重申 韓國外交部已經充分向北京傳達了韓方的立場 盈海明在6月8日與李在明會面時 盈海明指責首爾受到美國的影響 不尊重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北京的核心關切 他說那些賭中國會輸的人將來一定會後悔 韓國外交部於9日召見了盈海明 對他的言論提出了嚴正抗議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